電台作出一個澄清 我看看大家就著這方面有沒有其他問題 不過在過程裏面 對不起 在過程裏面 九鐵公司也第一時間通知了有關的政府部門 而有關的政府部門也是在跟進相關的事項 如果政府部門就不想通知 就是現在有些通報的記輯 通報的記輯是在甚麼情況下才通報 在甚麼情況下是否還要解決廣州 基本上我剛才也說了 港鐵公司當它發現了有關的情況之後 已經是第一時間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報道了 我們的同事也在跟進 至於港鐵公司它在甚麼情況之下 需要向外公佈 我想你的意思是這樣說 或者是向傳媒作為公佈 我明白的 香港是一個非常公開透明的社會 大家對政府甚至一些公營的機構 都有很高的期望 我們會將這個意見 轉達給港鐵亦非敦出去 盡可能開城報告 讓大家早點知道發生甚麼事 讓大家不必要的擔心 就不需要有這樣 在港鐵公司再用三公佈流水事件 即是游水 是否以工程質量出到運動 以及一個所謂西港公佈的運動 其實是在上個月中間發生了 港鐵是幾時多下給政府 知道為甚麼是到今時今才成功的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譬如在這個隧道信號系統 我所知就是港鐵公司知道之後 當晚已經聯絡了我們路政署的同事 所以在政府和港鐵公司之間的溝通 是相對是完備的 剛才這位傳媒朋友問 整個港深港高鐵建造的質量是怎樣 從我們看到我們專業部門的回饋 整體來說是非常高質素的 我們剛才所說的 譬如說有些地方有少許滲水 甚至在隧道裏面 信號系統有少許不穩定 其實這些在一個這麼大型的基礎建設工程裏面 是在所難免的 最重要是在正式營運前 是將這些毛病抓出 然後改善 讓日後的運作達至一個原備的安排 從中間的民主要發展 為何會有這種問題 會知道這些事情嗎 首先我希望 MTR會提出 和公眾和媒體 如果有任何問題 香港是非常開放的社會 基本上是很開放的社會 所以民眾和媒體 同一人和其他市民有利和周邊總統 我作為局長不惜而待港鐵 去搭擋技術性的問題 我和港鐵公司也有溝通過 他們會安排有關的同事 在適當時向大家作出一個解釋 讓大家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 整體的質量是怎樣 也希望可以讓大家放心 多謝